诶 看我新嫖的游戏本 八合R9处理器 牛不牛皮 牛皮 牛皮 诶 你的电脑鲁大师跑多少分 15万分吧 15万 我这有75万啊 呦 你也买这新电脑 你这电脑跑多少分 我这电脑 我这电脑能跑58万分 58万还不错还不错 诶 但是我有75万分 诶 嘿嘿嘿 你也弄了个新机器 但是我这75万分 你这多少分 哦 大概300多万分 啊 300多万啊 你服不服吗 你扯弹了吧你 真踩弯 你这是核弹吗 哇 真的是核弹啊 这台工作站是联想的Syncstation P620 说它是核弹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它里面搭载了一颗64核128线程的处理器 还搭载了一张48GB显存的显卡 哦 差点忘了 它的内存是256GB的 还支持扩展 这是什么概念呢 假设一个大学宿舍里有8个人 这8个人都用的是主流配置的游戏本 把这些同学的笔记本配置加起来 诶 跟这台工作站的配置差不多了 那这台配置强悍的机器到底能干什么 它有多好玩呢 今天咱们就来试试看吧 照例 我们从配置开始讲起 我们拿到的这台Syncstation P620是定制款 它搭载了AMD最新推出的线程撕裂者处理器 3995WX 这是一颗64核128线程的处理器 默认频率2.7GHz 最大加速频率4.2GHz 相比非Pro版本的3990X 这颗3995WX在频率上有所降低 而且不支持超频 但是它可以实现8通道内存 而R93990X就只有4通道 内存性能会差一截 好家伙 现在怎么4通道内存的性能都比别人差一截了 这都什么事啊 显卡部分 这张P620搭载了一张RTX8前 这是英伟达Quadro系列的高端专业卡 显卡规格与上一代的TITAN RTX相同 PAS卡架构 4608个QDA核心 48GB ECC大显存 估计比很多人电脑上的内存容量都要大吧 而且官网还支持定制最新的AMPAY架构版本 说白了 只要你预算充足 啥配置都好说 内存为8通道 由8更32GB组成 一共256GB 规格为DDR4 2933MHz 支持ECC 官网最高可以选配3200MHz 也可以自行更换 硬盘是1TB的970 EVO 支持PCIe 3.0x4速率 最高也可以升级到PCIe 4.0的固态硬盘 这台机器的参考售价为149,999元 如果你的需求比较独特 也可以在官网上自己选配 最低配的32核版本为399,999元 如果全部拉满的话 最高配为199,999元 很显然 这台机器不是一般消费者的购买对象 它更适用于一些小型工作室 中小型企业 把它当成渲染机服务器来使用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外观 机器整体也用了SYNC系列的家族式红黑配色 外观看上去还是非常低调的 这个玩意儿的体积虽然不大 但是重量可不轻 为了方便搬运 机身两侧天心的设计了提手 A面采用了蜂窝状的网格设计 下方有一个SYNC Station的logo 前面板略微突出 包含了光驱、电源键、USB接口和耳麦接口 这里还有一小块数字显示屏 是一个主板的故障诊断码 我们俗称Debug灯 当遇到硬件错误无法开机时 通过这个能比较容易的排查问题 接下来我们把机器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 P620的拆解非常非常简单 侧板采用了快拆设计 先按这个按钮把快拆提手抬起 然后把提手向上扳就能取下侧板了 我们从下往上一点点说 下方这个位置是1000W的电源 机箱内预留了显卡供电线 可以安装多张显卡 旁边是两个支持免工具快张的机械硬盘笼 加装和更换机械硬盘比较方便 这个笼子的右侧还可以再加装一个硬盘笼 光区位也可以选装成硬盘 扩展性很强 上面是PCIE扩展位 有6扩展槽 默认搭载了一张双槽位的RTX8000显卡 并且这台机器带有显卡固定架 搭配支持固定背板的显卡时 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 固态硬盘的M.2接口握于扩展槽的右侧 默认有散热片覆盖 里头是一张1TB的970 EVO 支持PCIE3.0×4速率 不屑跑分看图 这台机器支持PCIE4.0硬盘定制 也可以自行加装 上方是小型的双塔散热器 配备了两把暴力工业风扇 满载效果我们一会也来感受一下 再看到内存部分 P620拥有8根内存插槽 默认搭载了8根DDR4 2933MHz ECC内存 每根32GB一共256GB 我们也来试着跑个分 这个8通道的跑分成绩真的是相当恐怖 当然了 如果你想再快一点 那这台机器还可以支持最高3200MHz内存 以及最大2TB的容量 如果真的有需求可以自行更换 同时为了春夏秋冬7×24小时的稳定工作 这台工作站给内存配了两个风冷的散热器 毕竟机身上下全是发热大户 这个配件还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这台机器的机身前方和后方各配了一个工业风扇 竟然是工作站也管不了噪音了 低温加不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嘛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摄氏度 单烤FPU 64核的3995WX运行在250W左右 78.8度 全核频率运行在2.5GHz 单烤显卡 RTX8000运行在260W 76.4度 频率1320MHz 双烤CPU运行在245W 77.5度 频率2.63GHz 显卡运行在257W 76.8度 频率1335MHz 这台高性能工作站还支持转速调节 如果把风扇拉满 此时CPU会下降7度 显卡下降1度 有没有硬度部分 表现挺好 满载状态下机身一点都不热嘛 完全满载时 机身前方的噪音又为60分贝 开启最高转速模式后 噪音又为65分贝 比较吵 然后是性能实测部分 首先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常规的跑分 先来看CPU 这颗3995WX在Cinebench R15中可以跑到…… 1万分 Cinebench R20中 这颗处理器可以跑到24000分 我们去年测试的那台28核Mac Pro的时候 R20才可以跑到1万分 我是真没想到 这才一年的时间不到 比较最高测试成绩这么快就被刷新了 这时候我的内心除了AMD牛逼以外 真的是有些词穷 再来看下显卡 这张RTX8000的规格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先来看常规的3DMark部分 FSE得分16000多分 Timespy达到1万分左右 这个水平其实不差了 跟默认不超频的2080Ti差不多 但相比它本身的规格 它的分数是偏低了一点的 我们查了下资料后发现 这张显卡最大的TGP为260W左右 对比一些非公版的2080Ti 这个功耗明显不能完全未保这个核心加这么多的显存 不过 作为一张专业图显卡 通过测GeForce显卡的跑分流程去应对它 这也太大财小用了 我们通过SpathView来测试这张RTX8000 作为一张专业卡它还有显存优势 这张显卡在3D类的专业软件上表现非常不错 其他项目例如AE、PR、PS等等 我们也随手测试了一下 只能说 这个机器跑这些项目完全就是杀鸡用牛刀 太浪费了 好了 显然这台服务器的性能完全超出了我们家用机的范畴 除了跑分之外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台电脑的性能用光呢? 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 它的CPU这么强劲 核心数这么多 我们尝试一下比较吃配置的软件 看看它能发挥到怎样的程度 我找朋友的朋友要了一份Blender的成品模型 这是一张很大的渲染图成品 我们用这台电脑把它渲染出来 我们把渲染模式选成纯CPU模式 来渲染一下试试看 这张图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渲染完成了 看看CPU占用 全核满载毫无压力嘛 最终成绩 这台电脑只花了两分钟 就完成了这张图的渲染 而我们用一台普通的电脑 使用同样的设置跑一遍 两者成绩一对比 你们就知道差距了 只要你的程序用得上多核 那么这台工作站的效率提升一定是肉眼可见的 好的 看完了机器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照例 我总觉得三条有缺点 供大家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64核CPU性能强劲 这台服务器采用了64核处理器 而且频率在日常使用时也很高 这种电脑我们一般称之为神机 第二 配备了8通道内存 我们日常用的电脑基本上都是双通道 一些稍微高端一点的平台可能用到的是4通道 这已经是非常牛的水平了 而这台电脑居然支持8通道内存 想想就非常可怕 多通道能在大型工程中提高内存吞吐量 保证内存性能不会成为其他部件的瓶颈 第三 整机采用模块化设计 支持免工具拆装 作为一台高性能工作站 这个机器支持免工具拆装 而且整机都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进行升级或者维护的时候可以最高效地完成 聊完了机器的优点 我们要提一下这台机器的缺点 第一 价格昂贵 一般企业消费不起 不是我说 我觉得这才是这台机器最大的缺点 相比一般个人DIY工作站 这台机器的价格相对硬件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 这台电脑真正针对的是大型影视工作和渲染 比如说大型剧组 或者重工业的大公司 他们财力雄厚 为了更远大的目标投入更多的成本 这台电脑就是他们的万千成本之一 第二 极端负载下 风扇噪音较大 即便它的规格强大 性能超猛 但是也是高功耗 高噪音换来的 个人建议使用它时尽量别放在头边上 比如说放在桌子下面 第三 1000W的电源太小了 无法扩展4块双槽位的专业卡 对于普通的台式机来说 1000W的电源已经很猛了 但是这么强大的平台怎么也该配个1500W以上的电源和更大的机箱啊? 目前 1000W电源最高只能支持两个RTX-A6000 确实 P620的CPU性能很强 但是显卡扩展性没有跟上 比如说 P920的双入Intel CPU 其实理论性能也没有P620强 不过可以拥有更高的显卡扩展性 而这个电源是不能定制的 也没有更高的电源可以选 所以说这方面算是个槽点 介绍完了P620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这台机器的定位了 它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搭载了AMD64核线程撕裂者处理器 其实在前几年 服务器 工作站这些领域都是Intel的天下 AM7的性能 设备兼容性很少能受到企业的青睐 但是从去年起 AMD凭借着先进的制程工艺 以及更强的CPU性能终于能够在这个领域找到合作伙伴了 上几周 AMD公布了去年的财报 显示同比增长超过了预期 其中增长量最高的就是家用和商用平台 而且前几天的一则新闻也提到台积电已经为生产线 换上了新的AMD APEC处理器来管理生产 这不就很能明显地反映用AMD处理器来生产AMD处理器 效率更高嘛 在我看来 以前AMD在商用领域的服务比不过Intel 因此商用的产品力不够强 售后服务可能也比不上扎根多年的Intel 现在联想率先代理工作站产品线加入了AMD ES行列 也确实证明了AMD在CPU领域的实力 这台工作站也是靠着这颗64核处理器的高性能 以及第二平台带来的高扩展性高带宽优势制把工作站领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本期视频不妨来个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有一起互动 不妨关注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心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